每个女人都会到更年期,更年期的时间是50岁左右,在这个时间段的女性很容易因为各种事情而受到损伤,并且更年期的女性也比较敏感,很容易因为某些事情而睡不着觉,睡不着觉不仅会影响第二天的心情,而且会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。 那么更年期的女性应该怎么睡好觉呢? 第一,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时间,尽量不要摇曳,熬夜费神上脑,许多人在熬到一定时间之后就睡不着觉了的,所以更年期的女性尽量不要熬夜,每天都要在11点之前睡着,也就是要在10点的样子上床准备睡觉了,时间持续的约久,生气就会不自觉的形成这个习惯, 也就是在10点的样子,要上床睡觉了,不然就会感觉特别不舒服,人在这个时候也会非常的疲倦,疲倦过后自然也就想睡觉了。 第二,更年期的女性也应该多加运动,运动对身体是非常好的,而且还可以减少一些疾病的发生,对预防疾病有很大的好处,运动过后身体会出汗, 而且身体也会稍微的疲倦一点,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睡得塌湿一些,半夜醒来的次数自然也就少了, 许多人都认为更年期的女性年纪比较大了,运动很容易受伤,但其实并不是的, 适量的运动对身体是好的,可能更年期的女性跑不动了,但是可以快走,三步,做一些不激烈的运动,这样也不会损害自己的身体,而且还帮助睡眠。 第三,应该要多吃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食物,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,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。 蔬菜和水果里面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,并且有一些还是有助睡眠的食物,绑住自己睡觉睡得好。 更年期的女性可以在睡觉之前喝一杯温牛奶,温牛奶是有助睡眠的,睡觉之前其余的食物就尽量不要吃了。 吃太多也不容易睡着,同时睡觉的环境要非常好,不能处在一个过于嘈杂,不干净的环境,这样也是会影响睡眠的,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。 第四,更年期的女性睡不着觉,千万不能吃安眠药,安眠药吃多了对身体有一定的伤害,并且还会有依赖性。 在今后,如果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了,而且安眠药毕竟是一种药物,吃多了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。 有些人吃多了安眠药还容易导致抑郁症,造成不必要的损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